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现象确实是有 先说你说的第一种 就是说写帖的人 有相当一部分人 傲视写悲的人 它原因就是悲学提倡的年代比较短 到现在不过三百年左右 这个写帖的人 他们往往有一种自负 就是因为铁学历史悠久 虽然在很早 比如说写历 写传 这些个在汉代以前就很多 但是呢 好像书法史主要是凯行草这么个主体 这些名家辈出 并且这些名家都有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身份和背景 像汪熙之啊汪县之啊 都是高官 欧颜柳照 称铁翁流 苏黄米菜 都是做官为患的人 因此这些个人也被世人所尊重 又都是大学问家 所以他们留下的字迹 本来就写得好 再加上高贵的身份 所以这个写帖的人 总有傲视这个写悲的人 因为未悲这个阶段时期 主要是在北方嘛 北魏 大部分都是秋香儿女留下来的一些字迹 或者都是一些不知名的文人 比如写了很多的碑 最后也不知谁写的 这个歌颂的这个死者 也多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因此在这些方面上 再加上卫碑本身就有一个文化素养 欠缺的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写帖的人总是傲视写悲的人 当然你说的话准确就是部分人 是这样 但是更多的有识之士 真正懂得书法的人 会很看重这个卫碑 因为卫碑里有很多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的东西 应该说卫碑的提倡 是丰富了书法史 丰富了书法的内容 应该是这么看的这个问题 所以写帖的人应该同样尊重卫碑 虽然过去写帖的人 那批人都是达官贵人 但是民间的一些小人物 他们具备的书法技能 也不可小视 而且特别像张猛龙啊 什么什么郑温公啊 什么什么张赫辱啊 这些个悲学当中的极品 我们特别要尊重这些东西 但是康永维有时候 列举的很多很多的那些个 其他的一些个 这个这个悲文啊 木质啊 有些东西 也确实不是上乘的东西 因此我们把卫碑 必须分出来 究竟哪一块碑好 木质哪一块木质好 把这个弄清楚之后 然后提出来 认可或者是否定 或者某种程度的认可 某种程度的否定 不要一概而论 卫碑都是好的 这个像康永维说的 所见到卫碑 无一不经等等这些语言 又是过激 过左 但是一定要尊重卫碑 这里面确实有很多 至今至欲的东西 这说的写帖的人傲视 写碑的人等等的原因和不足 同时写碑的人呢 由于是在清代这个时期当中 特别在清代中期的时候 文字域的出现 使得很多文人们 不敢再微文 不敢再写诗什么的 因为哪一句话 磕碰的统治者 都有这个 这个身家性命难保的威胁 也确实很多人就死在文字域上 所以在这个时候 很多的这个文人书家们 都改先一辙 转过来去搞这个碑石金 金石学的研究 所以在这个时间 金石学盛新 研究卫碑 除了研究碑学 对于中国文字和当时中国文化的考察 这个大题目之下 同时对书法也进行了再次的研究 可是这些个写碑的人呢 由于在一定一个时期之内 出现了央碑易帖的这么个过程 甚至大有压倒写帖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趋势 因此有些个写碑的人 就经常引用康有为啊 包式臣啊 软元的某些个话 来提到批评写帖的人 比如说写帖的人 你的字啊 油滑呀 浮飘啊 是这个不沉重 不雄厚 不骨骚 用这些语言 也确实当时帖学也存在着某种问题 比如说 汪熙之的真迹 很多都被后人在怀疑 所以你们学习汪熙之这些这些个字迹 有哪些是真正是汪熙之写的 后来不少质疑 对于这一问题 乃至就是包括 承认是汪熙之写的字 也有某种程度的批评 而批评的重点 觉得批评一个殊胜 恐怕带来社会上的反响 自己力所不及 于是把猫头转向赵蒙福 转向董奇昌 等等这些原因 都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 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必须向广大的网友们说清楚 你写背或者写帖 你都要注意一个倾向问题 各自都有一个倾向 因此我说 在学习背帖当中 注意两个倾向问题 哪两个 第一个就是 写帖的人 你注意不要扶飘 一定要沉着有力 你学习古人 一定要学到深度上 不要浅强遮止 学他的精髓 对了 比如说写赵蒙福 有很多人写了赵蒙福 我这见过的不少 一看他的字写的就是 轻浮无力 只有写书 而没有成凶之气 但是这不能归罪于赵蒙福 因为赵蒙福本人的字 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写的很有力度 虽然他点画都用远笔 但是在远笔当中 他这种彼的力量 彼的成雄之气 和书卷之气 不是后来学习者 所能相提并论 因此我们说 写赵蒙福 就容易写得油滑 但是我们不能因耶废识 后来有些人 就说你可千万别写赵蒙福 你学着赵蒙福走向歧途 这种话肯定是错误的 你可别学习董契昌 就把赵董 说成什么赵董一流 用这种贬义词语 但是这些话 肯定是不准确的 赵蒙福 董契昌 都是一代宗师 大将 但是写卫背的人 一味的批评 这些是写帖的 特别是 把猫头的重点攻击 实际上是在 在想针对汪熙之 汪县之 但是因为他们太强大 历史人给他们定位 看不动怎么办 就说他们不是学汪熙之 或者说他们学的不好 摘开了批评赵蒙福 但是一旦你不学习赵蒙福这一派 你学习汪熙之 也容易存在这个问题 对 比如说董奇昌就说过 汪熙之的极字圣教序 就是极汪熙之的字 成为一本圣教序 我们讲过这个题目 就是说圣教序 看本帖 什么问题没有 好 但是别人一学 就容易溜于俗 董奇昌说的很好 本来我也是特别提倡 学兴书 首先学习汪熙之的圣教序 暂时不离这个蓝庭序 有了有一定基础之后 再写蓝庭 本来是这样的 可是有些人 不管学了蓝庭也好 还是学了圣教也好 都容易出现这种 虚虚飘飘 写出来带有几分俗气 为什么俗呢 就是因为你学的不扎实 学的不到位 在没有到位的时候 你已经早熟了 这种早熟就流入一种俗臂 再有一点 写帖的人 和卫卑相比之下 本来卫卑的那种写法 他就是一种比较坚硬 坚强的坚硬 而且古着 用比陈兄老了 本来就这个特点 再加上 不管卑石还是木质 都是刻下来的 你一再学他 本身就带着几分的 金石味道 所以在这一点上 显出来位背 这个字 沉住 对 雄厚 对 那么写帖的人呢 往往星草又多一些 所以出现的时候 容易出现浮华 或者是出现 这个很薄气 这东西是会有的 因此呢 写帖的人要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你有时候 学一点位背 好的位背 你学习一点的话 有可能就改了一些 你这些个习气 取长虎短 对 但是呢 我们还得在写帖当中 还得说 比如说柳公全的字 燕真卿的字 就比较老了 陈兄 相比之下 比赵孟福和董奇昌 感觉着就像是 这个厚重一些事的 这是风格上的不同 对 因此我们总是说 阴 阳 必须二者 平衡 对 如果你阴 胜于阳 就显得字 魅弱 如果阳 胜于阴 就是阳康 就感到字躁度 或者感到它 失去了一种 这个含蓄美等等 但是 这一切 都有一个核心的东西 要读书多 有一句古话叫做 善读可以医余 就经常读书 可以治你的傻病 你不够聪明 你多读书 就好一些了 对 你写字符华 你多读书以后 你懂的一些道理多了 你文权丰富了 或者说 这个古人所讲的这个 行万里路 都万卷书 像这些东西 都是书家不可缺少的 我们讲这个道理 不等于说 我们做到这点 是和大家共勉 我们都向这方面努力 因此 阳帝一帖是错的 阳帝一帝也是错的 虽然魅弱的时间比较短 还有待进一步的开发 深入的探讨研究 里边有很多很多 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千万不要 就以汪熙之 跟这个谁谁来比 以欧阳勋跟谁比 跟魏备当中 这样比较的话 有时候是浮潜 是一个认识上的错误 但是我还想请教您 一个问题 田先生 假如咱们这个举个例子 把现代这个书法家 分成碑派和铁派 这两个派 那么您是属于哪一派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您曾经这个 联席了很多年的堂碑 而且呢 您还有联席过 很多很多 这个名家的墨迹了 所以我想您一定 能够把自己 也给归一下类 是碑派还是铁派 究竟属于哪一派呢 问得太具体了 问得太具体了 这个评价自己 是最难的一件事 因为往往 都对自己的评价过高 就是你无论 怎么谦虚的人 当他自己 给自己真实做一个 而且他还不用着谦虚 也用不着傲慢 他就是自己认为 真实的评价 往往都会骗高的 这是人的一种本能 是这样的 但是你谈到 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是属于铁血 还是这个悲血 还是哪一派 对 我觉得呢 就是某一个书家 现在我们都可以 基本的分为这两派 你一看他写字 你比如说 当代的 当代是已故的 这个吴玉如先生 那这一掺就是写铁的 但是他同时也写碑 但是他写的那个碑 也带着铁味 我们一看就看 他也写传历 也写卫碑 写出一掺 还是带着那个铁味 你说这个余有任吧 他也学了好多草书 行书 写的都很好 应该说他学铁实验不短吧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 他基本是写碑的 写碑碑的 是这个出生 是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看看出来 这里有一个观念 需要弄清楚了 你写唐碑 不等于是碑血 或者是碑派 我们指的这个碑血 特指的是北碑时期 这个时间 因为欧阳勋 他们的根本 都是写二王出身 都是写铁出身 即使写到石头上 刻下来 唐碑 不应该列为 这个 碑派 这个体系当中来 我们所指的 指的是 北元位 这段时间当中的 墓质 墓质就是 埋在地下的 叫墓质 立在地上的 叫碑 碑当然也有 比如说 一个长方形的 立起来的 也有一个横式的 又叫碑 又叫结 横式的叫结 术式的叫碑 埋在地下叫墓质 但是这一块 统称叫做这个碑血 那么碑血呢 特指北魏 这个阶段时期 欧阳勋 燕真卿 他们写的那个碑 应该属于 铁血这个范围 所以我说完这之后 你就会清楚 我当然不属于这个 不属于碑派 不属于碑派 属于铁派 对铁派 但是是一个 学习者 还算不上是 什么一个 真正的铁派 什么人物之类的 咱们 无从谈起这个问题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修字 这个修 就是修养的修 修炼的修 我们先把这个字的规范字 演示一遍 感谢观看 是这样一个修字 这是一个规范的写法 但是前辈书家呢 对于这个字的处理上 都略有不同 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字写法当中 要注意的 几个关键之处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丽人 左边这个丽人 我们已经说过 这一撇 要前边 要是这个坡度 不应该写出这样的坡度 就是这样的 这个角度不对 应该再斜一点 再看一看这一笔 实际上是半仓风 再看一下 它这个竖笔呢 较长 为什么要长一点 因为右边呢 字星比较的高大 所以如果 这个丽人太短的话 跟右边就不协调 假如写个 仁义的人字 右边只有两横 那么丽人就不要太长 这是左右之间要调和 要协调 在规范字当中 这一竖笔 是很短的 注意看 这竖笔很短 然后 这样写 这上边实际是个文字 不应该把这笔 直接连过来 然后这那笔 写完这个那笔以后 注意下边的三篇 这个三个篇 是有讲说的 第一个篇啊 这个 尖峰正对着 最当中这个位置 对着这个位置 下笔 在这儿 看 实际上 这个斜度 不是正对当中 但它极其笔之处 是对着这个当中 然后第二笔 其笔说 对着这个位置 就是这一撇的当中 下笔 第三笔 又对着第二笔的 当中的位置 下笔 这是写这三篇当中 注意的这么几个环节 我们来单写这三篇 大家看一看啊 第一笔是这样 第二笔 它就是这个锋芒所向 是冲着当中 第三笔还是这样 结果写完之后效果是什么呢 好像这样都是这么齐的 这个角度 这笔法 就算是正确的了 如果你没有冲着当中 你这样撇笔下 表面看这边是齐的 实际上呢 感觉是斜的 它不正 没有一个中心点 所以这是在写三篇当中 无关是在当中 还是说 比如说写一个形状的形字 这三篇也是这样 一 这笔在当中齐 所以它有一个中心线 好了 我们现在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字在悲帖当中 常见的一种写法 先看一看 欧阳勋怎么写这个字 欧阳勋写的时候 这个立人没什么特殊的 也是这笔要长 注意这一笔 不管背还是帖 大部分都写的很长 就这一笔 长的什么状况呢 没有绝对的一个标词 大约着说 金笔左边这一树 略短一点点 略短一点点 这笔若 这个虚件挨着这 这笔没有到 但上边呢 是在这个 皮和树笔的 这个先接触 稍靠上一点 过于量化 就死板 但是不能把它 说的太具体了 有的初学朋友 一下子听不进去 没有办法 我们的教学 有时候就是采取两种办法 一种是注入式的 就是天涯式的 一定要让你吃饱 说的非常具体 哪怕死板一点 也要让你尽量听明白 一种是启发式的 对于基础比较好的 一些朋友们 尽量用启发式的 基础差的 我们就得用这种 天涯式的 注入式的方法 来讲 再看右边的 这一笔 无论如何 不能低于这一边 无论如何 不能低 太低就不好看 然后这一笔起来 虚笔起 最后用方笔收笔 这种点话 欧阳荀 当然写得 非常的到位 看下边这三篇 他怎么处理呢 他是这样写 点了三个点 是这样 点三个点 在其他欧阳荀的 悲帖当中 我们很少见一个 楷书的修字 但是 我们能见 他写的这个 蓝亭记当中 就是这个 其中有 有这个 一个修字 就是 茂林修竹 冲山俊岭 茂林修竹 那个修字 是这样写的 对于这个字呢 前辈书家 还有这样写的 实际上 也是过去 所谓的一种正写 在某些个书籍当中 也能见到 一些个规范写法 有这样写 注意这地方 虚写力横 这就用凡了 还有一种 常见的一种写法 这需要我们呢 多说几句 我们先把这个字形 写出来 让大家看 这样写的一个修字 这是常见的一种写法 右边呢 略有不同 有的是写成了 这样的一个形体 就这一纳笔啊 比较靠下 或者直接写成一个正纳 这也无所谓 反正就是写一个 坡度的纳笔 这下面写 是个月字的形状 是这样 有的呢 就是写完那个 扁人以后 然后这先写一扁 注意呢 是写完这一扁之后呢 写了一横 没有写个纳笔 等于下方 直接写了一个有字 这在前面书家当中 也是经常见的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修字啊 有这么两种写法 当然我们还能见到 以前的位碑当中 还有一些不同的写法 那些写法 似乎是已经被淘汰了 那种写法显得 有些个过于的 没有缺少文化气息 比如说 写在右边的时候 还有这样写的 就点两个点 等等 像冬天的冬一样 这个就啊 就是我们不再不再多介绍 大家呢 也不要把有些个位碑当中的一些个别的写法拿出来使用 本来贴上有些写法 我们在凭它使用当中 就应该注意到 尽量不要让读者误解 但是呢 要再把位碑的那些个很多千七百怪的一些个字拿出来 作为一种所谓的卑别字 以此为能 那些字已经很多的 已经都被淘汰 或者当初就是一种错误的 因为有很多的偏远地区 一些个写字降工降 或者是偏远的一些个地区 文化水平很差 写的当初就是错字 那么在流传的今天再使用 那就非常的荒谬 我们这样说 并不是说对于位碑 有什么歧视 只是说位碑一个最大的问题 在当初就是文化气息太差 太薄弱 所以后来的这些个 学位碑的这些大家们 补充进去了文化修养 于是都点湿成金 这是需要弄清的两个问题 在这里啊 我们还要啰嗦一句 就是这个修字 就是我们所说的 最后介绍的这种修字 这个修字 它在修养 或者修炼方面 用这个字的时候 它是和这个 这样写的修字 是一样使用的 是相通的 通假 但是 我们不能认为这两个字 完全是一个字 因为前面这个字 大家注意 这个字 当作为修炼修养等等 和下面这个字是通的 但是 单解是这个字 虽然 虽然都一人还念修 他又当干肉奖 这写了个简化字 对不起 当干肉奖 就是肉干吧 这个东西 它是专门学生送给老师的 一种 报酬 老师教学生 学生得付报酬吗 付薪金呢 专门指学生 送给老师的 这种报酬 当初指这种干肉 那么也叫树心 树心 心 心水的心 心金的心 或者叫做心金 就是学生送给老师的报酬 给的钱 或者是指令干肉 代替了心金 所以这时候 就是指令修 因此叫树修 树修 注意 这树必须写成这个 如果把这个物写成这个 就错了 这是必须应该知道的 也就是说 我们当写修养 修炼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修 但是当你见到 文字是这个修的时候 你一定弄明白了 是修养修炼 还是说 指的树修 如果指的是一种心金报酬 那只能这样写 而不能这样写 这是必须大家弄清楚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的 行书写吧 行书大体上是有两种 就是 右边这样下之后 这么一代 下三个点一样 过来的 也有的前辈书家这样写 写完之后 就在这 也有的呢 就是 在下面这三点 显得它啰嗦一些的 就直接用这种笔画 带过来 说是两点 不是两点 说三点 不是三点 它就这么一顺笔 滑下来 这是为了简约起见 所以新书的这个修字 只要有楷书的基础 就不难写好 但是必须得非常的熟练 好 我们再演示一遍 那么写三品 可以不可以呢 当然也可以 比如说这样写 一点问题没有 所以我们说 当你把一种写好了 第二种就不难了 所以我们再说 楷书也好 新书也好 草书也好 有时候就是畜类旁通 只要把这个基本的 点化掌握住 基本的字形结构 弄明白了 那么你写起来说 就是得心应手 都没问题 插一看这个字 草书的写法 这是修字 而且现在我问 问过老师 我说 这是代表了 这个修字呢 还是代表了 这个修字呢 这是哪个修呢 前辈老师也说不清楚 他觉得好像 这样写的话 这两个修字 都应该可以使用 都没问题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有字啊 就可以这样写 所以 如果右边是这样的话 大家看 就上面一个匾人 下面一个有字 这不就是这一部分吗 就是这个 但是呢 由于上面有个匾人 这样下来 这上面是文字 下面有三个点 这么拐下来 也应该像 是刚才加三瓶那个 所以这个问题 就不太严重 修字的草书当中呢 有几种写法 但是我觉得这种写法 还是应该来推广一下 可以尽量让大家都知道一下 这种写法比较来说呢 自行又美呢 又不宜认错 还有的写法 就是右边呢 少拐一个弯什么的 就像王羲之 也这样写过 上面只写了一横 然后右边就这么转过来了 或者有的还在上面再加一横 就是这样 然后这样下 或者连下来 这样连下一笔来 这么写 总体来说呢 左边的这个立人 立人里边有这么个竖笔 一定要注意 这要写两笔 一二 这对文字的一种尊重 不能只写一笔这样过来 说这是念修 就不可以 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了 修字的凯星草的三种 这种写法 并且在文字上 加以了必要的一些说明 说到这个字 我只能用最后一句话说 我们需要修炼 谢谢大家